作詞 作曲 編曲 王明明 唉 又要品薦了 真麻煩 沒辦法 這也是為了讓醫院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平常照顧病人 就已經夠忙了 我還要準備每個病人的護理記錄 甚至还要吴忠生有出一年份的会议记录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都没睡觉吗 我也是,真的很累 医师,我们决定要让我儿子动手术了 可是 等一下,你们的医院没有足够设备完成之下 难未签除手术 是啊,偏向地区的医院都无法完成大型手术 因为病患人数很少 教学资源与临床设备根本无法维持良好的状态 只会让这些一年用不到几次的专科设备 身受老旧逐渐无用 偏向医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护人员流动率过高 政府应该征照偏向当地的优奖人才 保送医学院并回乡服务十年 也应该让偏向转整的患者有病重优先使用权 才是府邸筹新的好办法 偏向地区的医院也经常因为人力不足 导致医师和护士工作经常超时 对啊 护士工时真的超长的 每天下班还要顾小孩 好累哦 我在大医院工作的同学更累 连怀孕期间都还要无间断工作 有些医护甚至因为过劳导致早产或是流产 我们护士跟医师工作超时已是常态 身兼行政又要赶专案 工作量非常的大 再加上护理师们大部分都是女性 很常会发生冷战 吵架 公私不分的事情 护士也是直接接触病人的人 如果没有合理的工时和良善的工作环境 健康的医疗体系将无法留存 希望可以畅通医护人员的发生管道 透过医疗院所设立的专职部门由卫福部管辖 在与医务人员进行沟通后协助改善他们的困境 让整个过程透明化 我之前服务的医院有个护理师叫凯莉 她要照顾两个月大的小宝宝 但宝宝只能轻微 所以工作和家庭两头烧 也因为听过太多保姆虐童案件不敢请保姆 再加上经济压力不能请长时间的惨假 凯莉得了好多次女性严都摇摇撑过去了 最后只好请婆婆来照顾 但小宝宝不给人评委 婆婆帮孩子来交互并防止 被护理张警告不准再带孩子来 所以她决定离职 正宝制度以提高补助的方式 要求医疗院所提倡母婴亲善环境 但是习惯轻微的宝宝 在母亲回到职场之后 无法适应评委 进而影响到工作 但是医院的高层 却没有提供合理的亲职友善福利制度 没错 现在的医院没有提供 女性医护人足够的亲职工作环境 可能导致女性医护人员流动率过高 2019年7月 家外部发布职场互助室 教保服务实施办法 但还是有部分家长对于环境有点担忧 职场突兑友善环境的建立 对于双性父母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还在未哺乳的职场妈妈 如果无法同事签顾育儿和工作 可能将面对辞职 或是被职责成为失职母亲的窘境 教授您点出了全台湾 许多双新家庭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教育部能有专案小组 到目前发布会 31班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看起来的实施状况 让一般公司好好也尽力推行 或许就能改善许多双新家庭的拖音困境 讲到这里我想到了一本超有趣的书 叫做《村里来的可抱走女外科》 书中所描写的医疗职场的困境 完全就是我们偏山医护的生活写照 我也看了这本书 里面的内容真的超有趣的 读者用生动和幽默的文字 让读者们了解基层医疗人员的想法 像是健保制度的严苛要求 医疗职场没有足够的福利制度 医疗纠纷等问题都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 作者也在书中将用可爱的手会插图 以简单又有趣的方式 让读者们去重视台湾现今天下医疗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啊 本书的作者是刘宗宇医师 绰号小刘医师 长庚大学医学系毕业 2011年成为外科专科医师 现任软粽和医院一般外科技乳房专科医师 小刘医师时常在社群媒体分享一些 外科临床经验及在医院看到的人情冷暖 看常关注医护劳动人权问题 而且我认识了一群热血的国中生 他们有访问过小刘医师有关偏向医疗的问题 我也看过了一本很类似的书 叫做整形外科养医师的偏向随笔 杨医师支援过澎湖外岛的三地医疗 像是旺安、疾备以及七美 杨医师觉得台湾的外岛才是真正的偏向 杨医师把在屏东访谣行医时的种种乐趣 以文字呈现最真实的画面 让读者感同身受 医护人员的权益真的很重要 我有个大学同学芝芝是位住院医师 每届成绩第一名 到了要选科的阶段 教授们都以为她会选择内科 结果她决定选择五官科 教授们觉得选择五官科没有报复 只想赚钱 但其实是因为芝芝觉得 医疗体制对医师不公平 五官科是什么啊 五官科就是现在的医妹 许多的医师都会想要选择五官科 因为她是自黑医疗后 而且像芽科一样 不用轮值待业班 自行开业的获利比较大 所以成为新一代的医师首选 但是传统的五大科 开始照不到人而出现严重断策 妇产科是现今情况最严重的 我这次许多医师都呼吁政府 应该改善现行健保支付制度中 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让辛苦的五大科医师可以获得保障 没错 因为证法制度一直是医疗职场中不公平的问题 医师交劳保费只是为了避税 却不受劳基法的保障 年轻医师恐惧的医疗糟纷和过劳问题 一直为获得保障 单靠医师的信念和热情是不够的 是的 在2019年9月1日后 原有4000位私立医院的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但多数主治医师还是未能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这依然是医疗法未来必须思考的问题 最近越来越多民众滥用医疗资源了 方便的医疗资源让许多民众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 国泰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中二员说 假日门诊开得少 医疗资源又被减量的情况下 急诊室的医师就会变得非常辛苦 根据郑保署统计 去年一位轻症患急诊的病患就高达了106万人次 占了整体急诊人数的15% 也就是每7位急诊患者中就有一位是轻症 为了避免急诊资源被滥用 医疗会研究员表示 有将近三成的原因是因为民众无法判断自身病情的轻重 健保署应该要加深强化嘉义群的诊所 但台湾人并不习惯寻求嘉义科医师的协助 我也这么觉得 社区医学是以家庭医师为中心 提供社区及家庭委单位的医疗照顾系统 社区医学的实际忧物观化 医疗完整 健康完整和卫生教育 如能让在地等居民信任嘉义科医师 可以有效减少急诊资源的浪费 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了 没有过后就占用病床休息 甚至还出租家属陪伴以给病患的家人 这种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需要被禁止 如此一来才能让医护人员有一个 警员有序 不受干扰的医疗环境 之前我们的医院为了配合政府推动 IBS计划 因此去了拉拉身上的华林医疗站 有位英国游客被毒蛇咬伤 华林医疗站的叶维忠医师拿出蛇猎图鉴 让游客辨识后才发现是龟壳花 龟壳花是台湾的知名毒蛇 被咬到后会疼痛 瘀血 甚至其血泡或水泡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才能让游客人区分蛇的品种 如果被咬伤才能很快的找到所需的毒蛇血清 我之前听说过这则新闻 我认识了那群认识国中生 他们正在推广这项活动 他们看复兴乡的卫生所和拉拉身的方体管理处联系 制作了有中文和英文的毒蛇三折叶 可以协助民众区分蛇的品种 也帮助复兴乡的卫生所和拉拉身的华林医疗站 减少医疗负担 台湾的健保制度举世文明 但是健保被外改善城乡的医疗差距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系教授江东亮指出 台湾的健保开办15年以来 无法完全消除城乡健康不平等的情况 民口长庚医院自91年起 与圣保路医院 父亲区卫生所 高梁威家医科诊所和健保署一起执行 全民健康保险三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要叫IBS计划 投入天乡20年除了设置华林医疗站提供24小时住诊 专科门诊 寻回医疗 也投入BC型肝炎的个案追踪及治疗 健保全年额外补助IBS计划 经费约1280万 民众就义满意度更是高达97.6% IBS计划在桃园市复兴相实施效果极佳 但其需改善的问题还有 组织医师大陆劳基法 脏低户病笔 偏乡急救资源匮乏等问题 我认识的那群国中生 他们预计在校园中举办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推广活动 例如制作记录家中药物的表格 在学校科学研究会中发放填写 填写完后可领取药盒证品 利用药盒提醒家中长辈按时服药 以避免领取相同的药品 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 他们也有访问过曾经在偏乡地区工作过的 小刘医师和洪毅捷医师 一起讨论台湾偏乡医疗所面临的问题 民众可以反思这些问题对台湾所带来的影响 实际的行动能让更多人来正式 城乡医疗差距的问题 期待能为台湾的偏乡医疗增加一点助力 每个人贡献一点力量 或许就能让偏乡医疗的助力 幻灌流程后持续在全台湾蜿蜒蜒漫流 谢谢大家